外卖129块钱一份的牛杂宝和24块8一份的牛杂宝有什么区别 点回来了 左边的牛杂宝售价129块 销量一般 右边的牛杂宝售价24块8 月销1000家 就光这一个菜 所以两边的牛杂宝价格差这么多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打开看看 盒子来说大小差挺多的 这么多汤吗 先看一下这个129的 牛杂确实挺多 都挺大块 肠子 牛肉王 配菜是一些萝卜 给这些肉还是比较多的 都很大块一个 但是想想售价 这也是应该的 然后是24块8的 分量小了很多 中间是一些脆骨 清清肠 底下金针菇和白菜 分量只能说一半吧 想想售价 依旧是可以理解 来试试味道 先吃贵的 来个肠 粉丝先吃 非常Q糖 相当有嚼劲 它这个小肠厉害了 实心的 大家看满肥油的状态 这个是正常的吗 就要没啥异味 中间这个肥油一抿就化了 还挺香的 牛肚 质量确实可以 这个牛肉丸也是非常Q糖的那种 这下吃一股再辣味的酱香 萝卜也非常水嫩 汤汁就是很浓的辣椒粉味 加上那种广式牛杂宝的 那个牛杂汤底 用来拌饭应该会非常不错 OK 贵的就一句话 好吃 但是性价比低 换双筷子 它这个是空心的 刚刚我说这个贵的 肠子有嚼劲 但是这边呢 更有嚼劲 嚼了半天嚼不断 这脆骨也不太嚼得动 就像是五成熟的牛排一样 能吃 但是都不太好嚼 配菜甚至比这些牛肉的更好 入味了 口感还脆 牛杂品质是真一般 再煮个半个小时应该会好点 说完有点搞不明白了 20多块钱一份 为啥还能卖1000多档 真的品质很一般 味道还不如街边小汤那种 15块钱一份的牛杂宝呢 汤汁喝起来是五方面面的味道 就是那个红烧牛肉面 真的差不多 OK 简单总结吧 贵的除了贵 没啥毛病 便宜的 配菜味道不错 但是牛杂的品质真的不行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呢